转到高雄市议会他们接到了恐吓邮件 寄见者是要求议会立刻取消纪录片的放映 否则将会把议会炸成废墟 原来引发争议的纪录片主要是在揭露中国地区 疑似强摘活人器官 如今议会就传出遭人放置爆裂物 警方也不敢大意 而市长陈其迈除了要求彻查到底 也要确保纪录片能够顺理拨映 电影纪录片揭露中国大陆地区 疑似长治栽取器官牟利 而高雄市议会最近将出界场地播映 但现在却接到恐吓讯息 电子邮件内容显示多颗爆炸物 已放在议会内 寄见者也要求立刻取消纪录片放映 还要求所有议员公开发表取消声明 否则将把议会炸成废墟 消息益处民众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觉得其实蛮恐怖的 当然觉得说这个行为是比较偏激了一点 电影纪录片国有器官呈现出中国大陆地区 以示对无辜民众强制栽取器官 日前许多上映的电影院 眼看收到恐吓信件或讯息 考量安全因素 纷纷停止播映或下档 而这个月27号 彰化县议会也收到恐吓信 如今连高雄市议会都遭恐吓 警方绷紧神经 警方立即到现场清查 并未发现任何危机品 每一个人到哪一个地方工作 这个都是人民的基本的自由的一部分 也应该做到合理的保障 任何的不同的干预 都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 市长沈吉迈除了要求撤查到底 也确保纪录片顺利拨印 如今警方加强巡查 就为保障人民言论自由 不受任何外力威胁与干预 记得众后报道